我们在这一节呢继续呢练习关于节奏和画面之间的拼接的技巧 我们上一节呢还是做的快慢 这节呢继续呢去寻找快慢中的这些节奏 所以这边回到片中 这边是step2 那我们这边继续跟随的这个步骤 那么在这边我们把这个step2 这边有一个原始的step 然后是复制的 原始的这个呢我们是片段还没有进行编辑 那这个我们重命名一下 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就从step2开始练习 step3呢就作为最终完成的这个成品 然后这边我继续双击一下 这样子名称呢有变于区分 然后在这里我继续看一下之前的片段 好大致先用这些片段 片段完成之后这边开始进入高潮 我们需要呢补充一些快节奏的画面 可以放大一点 因为这边可能由于长度的原因 先把这边对齐一点 这边先拉长补充一点 这边完成之后 我们再加一些后边的片段 我们再加一些后边的片段 片段比较长,我们再裁剪一点,这边再往前移动一点 这边我们希望起身的动作放在这里,缩短一点,然后后边的片段往前 随着故事发展,应该这个片段在前边 所以作为这个粗剪的话,不用担心这些长短的问题,我们先把它排出来 这边可能觉得片段的位置不好,拖动一下 前面的片段让它快一点,这样我们大概是三个画面连起来 但是在这一段中可能还是有点偏短 那可以把前面的片段再缩短一点,我们把这个片段再给它加短一点 这个片段加上去,然后后边的片段,这个也可以适当的调一下速度 那有一时候我想一起去调,我可以把三个片段选中右键,给它嵌套一下 这边我可以嵌套七个名称,比如说1 那在这一整个片段上,我再次用这个速度工具一起去调整一下 这边我们看到在这个高潮的时候,你可以出现多个镜头 当然这个画面有点少,我们先补充了三个,后续你可以再次做修改 这边我们看到第一段的大致呢,就补充了这些画面 我们下一节继续做第二段画面